就在华县上下一心与洪水抗争的时候 让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发生了 由于关中地区浦降中岛大雨 就约二十零点 为何卫加普站出现137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 沿途经支流汇入后 在上午6点54分 竟然在咸阳站达到371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二十号傍晚抵达林桶已经高达4320立方米每秒 二十一号晚上九点 华八日至十月四日 秦明北路及关中地区又一次扑降中岛大雨 致使渭河上中游干支流普遍涨水 十月五号清晨六点三十分 五号洪峰以281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再次冲击华县 水位341.25米 2003年的五次暴雨过程 它是由富高的三进三退形成的 三进就是三次从海上翘到路面上 路地上 它从东往西进的过程 我们亲爱的叫西进 它西进的过程中就是当富高外围的西南气流 正好留在了渭河流域的时候 渭河流域就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过程 它三进就配合着有三退 它就是从大陆上往海上退的时候 又出现了就是我们这个渭河流域 就是刚好这个富高外围的西南气流 刚好又到了这个把南部大量的水汽输送到了渭河流域 渭河流域就又出现一次强降水过程 这个三次退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 堤防告急 家园告急 华县告急 汹涌的渭河洪水 向华县境内的五条南山之流全面倒灌 迫在眉睫的任务 就是守住各条支流河堤和大坝 万名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日夜坚守 与人力难以抗拒的洪峰进行抗争 仿佛是要考验华县人的意志 第六次洪峰在10月13日清晨7点 给了华县最后一击 洪峰流量2010立方米每秒 水位339.73米 至此从8月份开始便连绵不绝的雨也终于停了 据统计 华县在2003年8、9、10三个月的降雨量 是往年的两倍以上 13年从8月下旬开始 这个不仅连续了40多天的降水 那个降水量还是往年的一倍以上 从8月份 八月下旬就是往年同期的一倍以上 9月份和10月份都是 10月份降水量是特别多 是往年同期 就是10月上旬和中旬 是往年同期的三倍 从8月下旬到10月中旬 我们渭河流域的降水量是历年同期的200%多 单纠滑线来说已经达到了228% 直至10月13号最后一次洪峰过境 半个滑线在洪水中已经被整整浸泡了40多天 江浅河也已经经历了一个多月流浪般的生活 想起当初的大义 他懊悔万分 在等待大水退去的日子里也一直悬着一颗心 我还有一些人是明带 请带 收藏了一些老皮 当时我拿 我拿 我拿它搁着高 才跟它盔子上边搁着的 我当时水再打它也没有盔子高 当时水就会打 或者一群伤的水也还接了三米多岁 我当时外边我还卸动人都抽谈了 就是说 把这七几日子 也还是 说说 残吉正高谷三年 都是个孩子 那现在你把这些老皮女 请带 明带 这些老东西 现在那时候我那前段说现在是没有那东西 社会还是没有那东西才能看到的 据当时统计 2003年8月的038特大洪水灾害 造成蔚南市五个县市区 五十五个乡镇 五十六点九一万人受灾 二十九点零九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一百零二点五二万亩农作物绝收 十九点一九万千房屋倒塌 四十二万家储家勤死亡 大批基础设施被烟灰 一百八十二所学校的四点九万名学生无法上学 一百零八国道 为何上涨渡大桥大华公路被迫中断数十天 华县华音市甲草地带汪洋一片 几十万人口几代人的积累毁于一旦 华县共计有13.3万灾民无家可归 造成了